他是清朝乾隆世间的人 慈名灌顶法词 著作非常丰富 留下来的大概有四五十种 这个法词很难得 著作单身 那么他将苏婆跟吉洛世间苦乐做一个比较 将这个修行的难义 他说了试图 用这个苦乐来较量 他说我们这个世界纵然的人生 很难遇到佛了 遇不到佛 遇不到佛是苦啊 西方世界往生到那个地方去 花开见佛 见佛是路 亲近佛是路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很难听到佛法 这个不文法是苦 西方世界六成说法 坏一句话说 你想听哪一个法文 想学哪一个法文 都能够趁心如意 都不难啊 佛菩萨轻微之手 第三 在我们这个世间 卧有千禅苦 我们想修行 我们想念佛 有许多人 障碍我们 有许多思 障碍我们 我们不能 趁心 满愿地 来修行 到极乐世界 祝圣善人 聚会一处 不但没有人障碍你 每一个人都鼓励你 都包座你 这个路 所以两个世界 比较 真地 我们这个地方修行 实实在在说 除了念佛 求生 净土之外 任何一个法文 都是障碍 重重 一生当中 非常 难成就 这个法文呢 障碍 比较少一点 用一句佛号 我可以念出神 我也可以在心里头摸念 跟家人 大众相处 他们讨厌 我们去学佛 我就 心里念 我口不念出来 不要惹人麻烦 不要伤一家的后期 自己可以前修 一样能成就 这一个法文 的书生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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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空 这些空 我认为